回避疫情 2023台中设计周预计15号展开 以据为主题 在现场响应 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 迈向2050的近年摊牌目标 整合了相关的建筑产业资源 有超过600摊的展位 涵盖有低碳转型的新技术 新工法 新材料 是相当的有看头 秀出来自日本进口的涂料 业者代表说 这涂料是由母粒壳萃取而出 具有天然除湿性 除臭分解甲醇的优点 相当适合运用在墙面 我们这次涂料的话 其实它最主要成分是石灰 然后我们这次涂料 我们是强碱性 我们碱性的PH12到13 所以这个涂料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防酶 抗菌 抗病毒 分解甲醇 还有二氧化碳 然后还有除臭 消除异味 然后现在我只讲硅照涂 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硅照涂 硅照涂就只有 它只有稀释调节湿性的方向 我们也一样也有 另一个新型建材则是石膏砖 因为吸水率低 也有隔热效果 加上耐震 是相当适合台湾使用的隔肩建材 它有安全性 它的安全性有防火 隔音 环保 清直 强度 防潮 耐震 隔热 快速 那现在快速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趋势 为什么 现在是缺工时代 这些新型建材与新工法 都在2023台中设计周可以看到 主办单位以具为主题 因应响应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 迈向2050净零碳排目标 整合相关建筑产业资源超过600摊展位 让大家看到不同的面向从生活落实 大台中中央材料工会非常看抗这次的展览 因为疫情 这三年疫情 我们所有的展览几乎都有点断了线 那这次我们工会 那又跟我们全省十几个设计工会 我们一起共同大团结来合作 600个摊位 厂商有230家的厂商参展 那此外的话 我们规划六厂的论坛跟讲座 多个工会代表齐聚 一起宣传15号展开的台中设计周 期盼带动民众了解永续生活 也创造疫情后的商机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拍照